当然日本拉拢印度 现在美国又搞美日印澳联合演习 肯定双方的交流是会越来越多 军事演习是一方面 可能还要有一些更细的 比如说武器装备 技术方面的一些深入的交流 这个也很正常 可能也是在做给中国看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关系很好 我们军事互信也很多 然后交流也很深入 当然一方面 我觉得除了这个表面文章之外 日本方面 肯定也想借着摸这个苏-30MKI的技术 借机来探测一下中国飞机的能力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也引进了苏-30 印度苏-30MKI 也参加过美国的红旗军演 我们知道 而且甚至于在红旗军演当中 它据说是美国的F-15 完全是处于下风 当然我觉得这个新闻要深入分析 美国人可能是故意败给印度 故意这个就是想摸一下苏-30的能力 我相信日本可能也有这样的目的在里面 就是说一方面可能在F-15和苏-30的这种对比PK当中 也可能故意处于下风 故意让它苏-30MKI赢 然后借机给日本的政界或者国会说 你看我该大规模换飞机了 飞机已经落后了 此外还借机可以摸一下 整个俄罗斯战机的这种能力 我相信这种能力 日本自卫队在原来 它是没有这种近距离直接接触的机会的 但是现在和印度的这种交流 给它提供了这样的机会